大家好,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 我要先跟每一位姐妹说 妇女节快乐 这几年来,在台湾的各个领域 都有许多认真坚毅的女性 透过坚持和勇气 打破了僵化的繁脸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军官 警官、消防员 在第一线上山下海冒险泛滥 守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防疫期间 我们从第一线的医护团队 裁剪人员 分配口罩的药师 研发药物的研究人员 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 在科学领域 在运动的领域 在商业和政治的领域 也有越来越多女性 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每当看到女性 能够在专业岗位上发光发热 我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不过 我心里有个更大的期待 那就是在每一个专业领域 女性杰出的表现 不必刻意地被当成样板 而是可以成为自然的 理所当然的存在 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 翻开报章杂志 不会再看到女强人这个词汇 正如同我们从来不会看到男强人这三个字 突破性别刻板的印象 实现性别平权 政府也会用行动来带头 努力 很多的改变 是从很微小的地方开始 比如去年国庆典礼后 我特别在脸书上跟大家介绍 其实从2016年开始 典礼的礼宾人员就不叫做精彩了 礼宾人员男女都有 不是哪个性别的专利 女性不会只有一种形象 我也希望在未来政府的大型典礼 开幕剪彩等活动 礼宾人员不要只有单一的性别 我们都要致力于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 今年妇女节 卫福部的论坛主题是 Fail No Fear 无畏的力量 就是希望鼓励女性勇于挑战 突破性别的框架 我相信每一位坚毅美丽的台湾女性 都能够拥有这股力量 祝福你们都可以成为自己喜欢的自己 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吗 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 敬请期待